民進黨現在傳出了 就在這個禮拜六 蔡英文要在高雄的競選總部 成立的時候 就要宣布蔡賴沛了 這當然是很多民進黨人 心中的最強組合 但問題是來了 最強的話 為什麼遲遲的不敢公布呢 現在國政輩都出爐了 那你說人家不是首選 所謂的蔡賴沛是嗎 可是看起來兩個人 連銅框都很難了 還是君君最近頻頻放話的 蘇貞昌 他該不會也想要來 參選部總統吧 其實蔡賴沛已經配過了 你看蔡英文是總統 然後賴清德是行政院長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他們兩個已經配過了 就是蔡賴沛 那蔡賴沛到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看到去年的時候 大敗1.124的那個時候 然後賴清德也很有骨氣了 就辭職 就下台 那蘇貞昌 其實蔡英文跟蘇貞昌 以前是不合的 這大家都知道嘛 現在還是不合 現在還是不合 但是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還不錯 為了最大利益 為了最大利益 他們的最大利益 就是希望能夠勝選總統 可是現在有很多人在說 賴清德很沒有骨氣 賴清德 賴院長 我其實真的很尊重妳 可是妳忘記蔡英文 是怎麼對妳的嗎 妳忘記了妳說1450跟網軍 可不可以不要再攻擊妳 妳記不記得妳到台北來開個會 對 跟妳一起吃便當的所有人 都被國家機器給拍下來了 這些妳都忘了嗎 那為什麼現在 有一點瘋鼓好不好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覺得 其實你們兩個的政策理念 根本也不合嘛 一粒一修要不要修 妳是台獨的務實的工作者 那接下來蔡英文 是不是要往台獨邁進 還有要特色陳水扁 我們賴清德院長 是主張特色陳水扁的 那這個地方我看來蔡英文 都沒有在接球啊 是不是真的 蔡英文是統派 對啊 中國台灣 是 所以是不是真的 這麼想要做官啊 其實想做事 不一定要在那個位置上 可是我合理的懷疑啦 如果蔡英文這次蔡賴沛 請問一下 我問一下大家好 那下一個四年會是 民進黨會是誰出來選總統 賴清德嘛 是不是就是賴清德嘛 非常有可能對不對 那台灣要獨立了嗎 對 這這我不曉得 但是也就是說 如果蔡賴沛一上來 賴清德 其實蔡英文就已經是個 跛腳總統了 因為賴清德 他往後四年一定是他選嘛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民進黨真的是 為了最大利益 他們真的會為了最大利益 拋開所有的成見 一切一切就團結在一起 其實這一次蔡英文會選賴清德 當然主要就是要鞏固 他最缺少的獨派這一塊 但問題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包括了他的兩大主張 他要台獨 他要特色阿扁 其實藍營接下來 光是打這兩張牌 就打不完了 我覺得其實觀察到現在 我們一直說民進黨 沒有忠心思想 真的講對了 對 為了我們所謂的利益 分章 你看就像剛剛君君講的 之前賴清德是怎麼樣 蔡英文不要再用 國家氣氣打我了 結果現在你看 他竟然還是選擇了當副手 一切我們都已經破 我們都看破了 就是為了老台獨的選票 年輕台獨已經是在 蔡英文這裡 所以你們會發覺 現在蔡英文 他們全面的做法 全部都是為了選票 而不是為了 國家的經濟利益 所以我們常說 你選民進黨 你就是反經濟的 因為沒有錯 有什麼經濟利益 我們一直在討論韓國瑜的 譬如說教育政策那些 那我們現在只 蔡英文這次要幹嘛 不知道 不知道嘛 他就是罵韓國瑜吧 罵韓國瑜 我一直看他站在後面 這樣臉這樣 很很很 他現在很 其實我覺得他滿尷尬的 對 滿尷尬的 對 他一直覺得好像 他經過這次妥協 好像就未來 可能就像君君講的 可能 maybe 他可以來出來選總統 所以你看 整個看下來 這一局 也都是為了什麼 自己的利益在著手嘛 對不對 其實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君君跟韓國瑜講的 這個為什麼賴青人 會被推作對 大家導播幫我帶一下 這個白板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 現在阿扁 你會發現 推這個蔡賴沛最用力的是誰 是阿扁 倒不是全部的獨派 因為獨派其實一直在幫誰連署 幫呂秀蓮連署 但是呂秀蓮所代表的 獨派現在分成兩組 一組就是喜樂島以 這個長老教會為主 因為同婚得罪光光 另外一組是阿扁的一邊一國連線 可是阿扁當時一邊一國連線 是在幫喜樂島連署的 可是阿扁就說我個人是支持蔡英文 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馬上可以理解 阿扁的狀況 假設韓國瑜當選 GG 他一定被關回去 假設蔡英文當選 大勝他也死定了 因為蔡英文恨他恨得牙癢癢 但是如果假設蔡英文 因為加了獨派跟賴清德 小勝的話 就像剛才君君講的 掰咖 會跛腳總統 那他就會活下來 因為他們有牽制的力量 所以現在阿扁推得最用力 那是賴清德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他當初為了維持他的政治生命 他不惜去跟阿扁囚勞 然後讓阿扁來支持郭國瓶 在台南立委補選這一局獲勝 所以背後就看到這個醜陋的政治算計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的人 都非常敬佩賴清德 但是呢 是因為他頭吞賴 就像柱姐一樣 再次出來的時候不一樣 其實我就要奉勸一下賴院長 很簡單嘛 四年後 如果你這四年跟蔡英文綁在一起 然後蔡英文第二任 一定做比第一任爛 這是必然的 那你死定你四年後選屁啊 但是如果說你這四年 維持超然獨立 然後到處幫政府做東做西做牛做馬 然後不要計較這些缺失 我想錢你也很多了啦 然後你也是醫生 你隨時開業都可以賺錢 所以這個經濟應該沒成問題 那最重要你就做公益 四年之後啊 宛如一顆星星串起 當時大家都老了 那你就知道 如果韓國瑜就像你們說的草包 對不對 而且韓國瑜就像你們說的草包的話 他哪有競爭力 我覺得我也給賴院長一個建議啦 就給蘇貞昌比較實際 所以大家都非常心疼我們賴清德 不過現在看起來如阿扁所願 很有可能就是所謂的蔡賴配了